今天的依资个股推介是中国银行3988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是 内银股向来都是高息股的业务之选 主要是业务稳健 多年来盈利持续增长 足以维持派发较高的股息 建议选择大型国有银行中行 中行过去6年连续增加派发股息 去到2022年 全年派息每股是2.3元人民币 按星期一收市价计息率近8.6厘 文案彭博综合预测 就中行2023年的息率增加到8.8厘 2024年再增加到9.1厘 在一众蓝筹股之中畏处前列 也远高过4厘加美国10年期债息 中证监早前已经敦促上市公司 保持三成以上分红率 并且要求增加现金分红频率 沃根大通认为除非信贷成本急升 否则四大内银股 今明两年的股息风险是低的 虽然内银股无意改变派息政策 但未来支付中期息的可能性可能会增加 而四大内银的派付比率将会保持稳定 中行业务相对多元化 去年头三季非利息收入占比大约两成半 大型内银之中仅次于交行 而中行去年上半年海外收入占比达到两成 是四大行之首有助分散风险 走势上 中行早于大使在去年8月建底反弹 处于上升通道内 建议在两个八号六级级纳 中长期参考大行级与平均目标价三个半 跌穿通道底两个八就减刺 现在下集阵 绝对 中行 中行 下一個